今天即興談談影寶的動漫世界 我今季當然是貼膽大檔 看了第一集已經很滿意 還有一套同時間看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頭兩季我也有看 因為真的不要記得劇情講物 在第三季的頭一集,第一集已經很窩心 很滿意,最精彩是最後五分鐘 後宮皆例一大堆 男主角叫做蔡月昂 來到異世界,他有異能 他的異能是可以回到過去 但他要死後才可以回到過去 不死後不能回到過去 他就是這個異能 異世界異能都被人玩過了 這不是新的異能 後宮皆例一大堆 這套動畫最刺激的位置 差點我都忘記了這套有何特點 因為太久了 那時候我都未來英國 印象中我有看 但我真的忘記多久年前 2014年 有個連載 但我不知道動畫版是何時 應該是1819年左右 所以已經是幾年前 他最好看的是甚麼呢 就是他有很多魔女 即是敵人 敵人 一來就秒殺 主角永遠都是見到敵人 被他秒殺 一下子就死了 無情講的 每次都死得很恐怖 這樣就好看 突然間轉了風向 即是他這套 從零開始二世的生活 一開始就很開心 後宮皆例三千 很好玩 對白又好像很溫馨 突然間會轉風向 突然間很黑暗 所以這套東西就是有趣的地方 做了一個很大的高潮對比 突然間有個奸國 一早就殺死了主角 沒有氣搶 主角一死了之後 他就回到一兩個小時前 這個 蔡月昂就要想辦法 如何在一天或幾個小時內 改寫劇情 不會被他秒殺 通常是怎樣不被他秒殺 我印象中是他不能打的 如果沒有記錯他不能打的 但他身邊的人是很厲害的 他身邊的配角是很厲害的 他就是安排的人 可能巴傑那些人 你幫我打 搞定這個大哥吧 不如 請槍去幫忙吧 所以這套東西很有趣的地方 主角不能打 但其他角色不能打 但他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請到人過來幫忙打的 他怎樣避開這些劫難呢 他有時也不是一次就避到 要試幾次 所以觀眾就會一起 好像感受那種刺激 因為你是一個普通人 他的動畫是普通人 只不過try and error 讓他成功地 順利通關 當他不用死了 就可以繼續 他的人生 一死就會回到頭兩個小時 所以他基本上都不死了 基本上是 這套我會貼 這套我都會跟蹤 另一套我就看了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很久沒有看 純粹是 有些疑時回憶 但不要記得他講甚麼 就是亂馬二分一 Levitt有了 亂馬二分一 小時候就有看 好像浸的熱水 他就會變另一種東西 講講亂馬 主角 由男生變女生 他父親 會變紅貓 看回第一集 他現在的Levitt翻身的版本 很漂亮 不知道是不是高橋尤美子 很漂亮 很磨蜂 有些功夫看 是有些愛情小品的東西 故事很有趣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 我又忘記了說甚麼 看第一集 令我勾起不少 看ATV的感受 那時候是追 小小的動畫 當然畫面不是這樣 現在畫得很漂亮 故事是說 亂馬的父親 還有 另一個男人 開道場 那個男人 跟亂馬的父親 是清兄道大 那個道場的男人 有三個女兒 名字我忘記了 有三個女兒 有一個 17 19 20 很搞笑 三個女兒 答應了 大了之後 亂馬可以在其中選一個 選一個女生 結婚 很有趣 這個故事 亂馬 一開始 亂馬 一開始 一開始 用女生身份 來到這個家 三個女生 覺得奇怪 亂馬是女生 怎樣結婚 有個小女 小女 很真男生 所以那個 漫畫家是有些心思 一個真男生的女生 亂馬 然後把亂馬那種角色 忌男忌女的角色放進去 產生很多磨擦 糾紛 還有些洗澡時 洗澡時產生的誤會 你是女生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洗澡 其實是不行的 亂馬因為 一浸熱水 他又變回男生 很多這些小故事 這些日常故事 令我都覺得很有趣 最終 女主角會情歸何處 亂馬 會否因而 喜歡這個女生 其實是冤家 這是一套冤家的動畫 冤家的愛情動畫 一開始已經是一個冤家的格局 亂馬和女主角 是不適合 但之間有很多火花 這些愛情小品 我通常都不看 除非有些看頭 有些寓意 這套東西有沒有寓意 例如亂馬這個角色 很特別 又是男人又是女人 我覺得蠻有心 Levis也不是亂選 為何會選這套亂馬 重新包裝 再上市 原因就是LGBT 這個世代就是LGBT 亂馬是一個男士 因為日本社會都很男權 假設這個男權的人 擁有一個女兒的身體 他是不是有女人的感受 之下 他是不是會多明白 女人想甚麼 會做了甚麼火花 所以我覺得這套日本動畫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當然不會看 現在有機會看翻新的版本 我會再留意一下 起碼第一集可以保持我 想看 第2、第3集我就不知道 這套動畫都挺搞笑 挺輕鬆的 一套動畫 沒甚麼壓力 你看這套動畫 但你會看到很多 一些很微妙的故事 即是 女主角 厭男的 討厭男的 為甚麼討厭男的 又沒有說 有很多伏線 去刷 去看 很多伏線可以去追 亂馬也是一個大作 這個我都會留意 還有幾套 暫時 貼著這兩套 因為我太低質的那些 我又不想看 泰國那些太噁心的 異世界動畫 我覺得很麻煩 它也有分質素 暫時這兩套 質素是很高的 這個從零開始的 異世界三無奈 亂馬都相當高質 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